玄迷舉槍 陷入生死危機 石蜜放血 傷衣鳴丁大罪 大家好 我是國光 繼續為大家帶來鬼滅之刃 無限成篇的漫畫劇情解說 上期說到 吳一郎遭遇上嫌之一 黑死謀 更是因此發現 黑死謀竟是呼吸法起源地 祭國家的先祖 面對被自己盯在石柱上的後裔 這位惡鬼陣營的戰力之典感慨連連 更是不斷嘗試 讓吳一郎也墮化為鬼 為了防止自己的後裔 在監討無殘之前就失血過多而死 黑死謀很人性地為其包紮止血 這微和一幕發生的同時 一道人影悄悄地出現在石柱之後 竟然是赤鬼者不死穿玄迷 正當他抬起獵槍瞄準敵人時 意變突起 一道喊茫閃過握槍的手臂 黑死謀毅然出現在他身後 六個駭人眼眸同時死死盯著 打算偷襲的少年 如芒在背的玄迷 瞬間炸出一身冷汗 來自手臂的痛學也在此刻傳來 他握槍的手臂竟然在剛剛一斬之下 被齊齊截斷 看著同伴瞬間致殘 吳依郎發出絕望的怒吼 更是開始嘗試拔出身上的利刃 玄迷同樣沒有放棄抗爭 謹慎的右臂伸向背後的日輪 只見黑死謀身影緩緩掠過 玄迷謹慎的手臂 也在飛劍的血液中離開躯幹 短暫的兩次交手 黑死謀居然已經認出玄迷是鬼者的身份 更是再次回到將玄迷的躯幹 直接攔腰斬斷 看著已經斷尾兩截的玄迷 吳依郎更是陷入瘋狂 卻怎麼也無法拔出身上的刀 意外的是玄迷招職重創 居然還未身亡 但黑死謀接下來的言語 更是讓他如若冰枯 三百多年前 有一個你一樣是鬼的劍士 他被斬斷身軀後就死掉了 你的話 難道要斬落頭顱嗎? 即便已經陷入必死之境 玄迷腦中所想 居然仍是揭起斷臂繼續戰鬥 在他努力掙扎的同時 彎月帶出的寒芒也已來到警側 生死一線的刹那狂風呼嘯 一道人影腳踏肆虐的風暴襲來 風柱呼吸四隻行升上沙塵藍 五道昇龍斬機 瞬間瓦解黑死謀的攻勢 更是帶起無盡風暴 再向對手席捲而去 黑死謀瞬間撤出十米開外 剛剛短暫的交手 更是讓他認出了對方的身份 封住嗎? 是啊 正是 扭斷你脖子的剛風啊 大哥 你真是一個 讓人沒轍的弟弟啊 不惜對母親痛下殺手也要保護你 你覺得 這是為什麼? 那句久違的弟弟 讓玄迷回想起了 炭治郎曾經安慰自己的話語 雖然他對你加入鬼殺隊 看起來相當憤怒 卻一點也沒有憎恨的氣息 十米先生他 從始至終都最喜歡玄迷了 或許是太久沒有和弟弟好好說話 大敵當前十米的話語聲卻未曾停止 你就該隨隨便便找個地方 好好成家開支散業活到牙齒都要光為止 沒對媽媽敬完的笑 沒對弟弟妹妹敬到的情分 你就努力讓老婆孩子獲得幸福來彌補就好了 我絕對不會 讓惡鬼靠近你們半步 自己一直以為的討厭 原來是另一種無聲的守護 多年的誤解終於釋懷 玄迷不再意志眼眶中的淚水 一遍又一遍的說著 哥哥對不起 溫情的場景總是不會持續太久 在旁邊看了很久的黑死謀終於出聲 兄弟二人一同烈鬼 真是讓人懷念啊 這清飄飄的言語卻是瞬間引爆實名的怒火 竟然砍了我的弟弟 該死的眼球混蛋 不可饒恕 不可饒恕 兩人手中的刀也在爆喝的瞬間同時抬起 彎月斬機在線 石敏卻已經一個滑產來到下方 他的日輪也以瞄準黑死謀下盤回去 防風刺激的同時 黑死謀已經高高躍起躲過這一擊 而這似乎也在石敏的預料之中 風刺呼吸一隻型陳旋風消斬 石敏身體化身龍捲 朝著黑死謀啃視而去 這一擊下終於逼得黑死謀 現出手中利刃原型 不滿星紅眼萌的刀聲 恐怖程度比他的六眼鬼滅更多幾分 兩人對峙時 黑死謀卻已經開始醞釀下一次攻擊 月之呼吸五隻型月破栽握 手中刀刃未曾揮動 月牙鋒芒卻不斷迴旋形成漩渦 石敏也在這一擊下被彈出樹迷開外 沒有片刻停歇 石敏身影再次逼近黑死謀 風刺呼吸三隻型晴藍蜂樹 呼嘯的狂風和射人的月牙 在狹小的空間內不斷爭鋒 石敏精湛的技藝同樣獲得了黑死謀的認可 貌若癲狂的石敏心中卻是越打越驚 黑死謀的刀法十分詭異 每一次斬機都會附帶不規則的細小縫刃 長度和大小還會隨機變換 有時候本以為已經躲開的攻擊 卻隨時可能帶來死亡 更加可怕的是 眼前的敵人還在不斷使用呼吸法 鬼的再生能力和可怕的肌肉力量 藉由呼吸法直接攀至巔峰 面對如此可怕的敵人 石敏也被激發出無限潛力 雙子呼吸二隻型爪爪刻呼瘋 四道足以撕裂一切的瘋爪向著黑死謀重重抓下 不滿眼眸的刀刃居然被利爪生生咬盡半寸 蜿怨鋒芒在線 彈開利爪的同時握緊日輪的身影也從上方跃下 立劈之下整片空間都隨之顫動 黑死謀認真招架石敏的攻擊之時 一柄立刃卻悄然出現在奇景下 竟然是石敏不知何時用攪帶起玄迷的日輪發動的二次攻擊 雖然這一機依然被黑死謀躲過 但不得不說用腳趾握倒 石敏可能是鬼殺隊第一人 兩人的戰鬥開始進入白熱化 狂風和越莽幾乎充斥了整片空間 就在這時一輪彎越突破了狂風的封鎖 在石敏身上留下一道血痕 如此憨上淋漓的戰鬥 讓黑死謀想起了戰果時代人為人類的自己 似乎也和當年的封鎖這樣的切磋過 回憶卻絲毫不影響他的攻擊 月之呼吸六之勤長夜孤月無見 縱橫交錯的月盲讓石敏陷於亂陣之中 避無可避的攻擊瞬間在他深周炸出樹稻血花 道場內的石柱也在這一機下盡速斷裂 石敏在這一機之下已經成為一個血人 口中粗重的喘息 預示著他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 重創敵人的黑死謀一如既往的開始點評對手 正當他又準備邀請加入惡鬼陣營時 就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身體正在發生異變 脈搏居然在不自覺的加快 滿身是血的石敏卻開始瘋狂的大笑 別忘了他的武器除了手中利刃 還有能夠讓鬼鳴丁大罪的吸血 眼看吸血開始奏效 手中日輪裹鞋狂風舞出 黑死謀快速後撤 本已置身於五刀巔峰的黑死謀 居然腳下一個兩槍險些跌倒 石敏劍狂大喜 自己的吸血對於上賢能有如此效果 同樣也出乎他的意料 足以撕裂一切的風暴 隨著石敏手中日輪向著黑死謀席卷而去 勝利的天秤或許在這一刻已經悄悄傾斜 只是不知道勝利的砝碼是幾人性命 本期內容到此結束 下期預告 嚴重悲鳴與感到 鬼殺最強對決上賢之典 我是無悟光 感謝你的觀看 歡迎點贊 關注 轉發 下期見 下期見